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男子持刀伤人拒捕 民警临危不惧 空手夺刀 民警22天连续攻坚 获获特大盗窃 空性激战蓄电池案 英军优鼠 吉林市第五届军地雀桥会近日举行 我希望以后能跟他继续了解 相处下去 了解之后发现我们俩是老乡 然后还挺聊的来的 欢迎回来第一个时段我们要来关注的是高速安全 开车上路安全第一 要怎么安全呢 得遵守规则 但是接下来我们要关注这位驾驶员挺厉害的 原来他罚款了太多次 一直都没有交 所以他的驾驶证就被注销了 但是还想开车上路怎么办呢 他想了个方式就是用别人的驾驶证 他已经知道了违法之后会遭到处罚 但是这回还想再试一试 没有证了 还得试 看前段时间 沈高斯公路关局长春分局一次临检中 就查到了这位驾驶员 这次他是冒用其他人的证件 5月25号上午10点刚过 长春分局的民警在长春北战口执行时 发现一辆白色骑捕车 疑似存在违法行为 并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检查询问 什么证的 答不出自己的身份证号码的后四位 这人肯定有问题啊 先带进执法站再说吧 家人信息都答不出 这不对啊 别多问了 上身份识别系统吧 还得是高科技啊 拍下一张照片 十几秒钟后 这位驾驶员的身份就确定了 原来这位王先生之前的驾照 因为违法罚款过多 没有缴纳 已经被注销 为了驾车上路 就套用了朋友的驾照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 长春分局对其没有取得 机动车驾驶证 驾驶机动车 以及使用伪造变造的 机动车驾驶证的行为 做出了罚款7000元 并属实行政拘留的处罚 所以大家要以小名为例 对此警惕 接下来要说 这个开车上路 其实你不惹事 事永远不会找你 但是呢 接下来这两位驾驶员 他上事了 说前段时间呢 高速公路双辽分局的民警 在路上拦下了两辆违法车辆 这两辆车啊 什么情况呢 其中一辆啊 是遮挡号牌 另外一辆呢 就根本就没挂号牌 为什么呢 就是想超速快点开啊 那你说说 不拦你 拦谁呢 5月28号下午2点刚过 在双辽北省纪公安检查站 之前的民警 拦下了一辆黑龙江牌照的 银灰色大众叫车 随即 另一名民警 在车辆副驾驶的门上 找到了用来遮挡号牌的牌照套 根据超速抓牌系统显示 这辆车在没有遮挡号牌前 是正常速度行驶 而在遮挡了号牌后 车速达到了每小时142公里 超速比例为18% 经查 驾驶员王某当天驾车 由黑龙江哈尔滨出发 前往内蒙古通辽 为了尽快到达目的地 王某边的途中用牌照布 对车辆前后牌照进行了遮挡 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 民警依法对王某遮挡号牌 以及超速10% 未达20%的两项违法行为 合并处以罚款400元 驾驶证即15分的处罚 不到一个小时后 民警在这个站口 又拦下了一辆白色越野车 据指控中心的信息显示 这辆车是未选挂号牌 超速行驶 零牌没带啊 没带 那咋能证明是零牌呢 就是啊 怎么能证明呢 静如说明白吧 这些东西我回家晚上上楼 我就都夹上去了 车是我的车 我就都夹上去了 我夹上去了 我把自己脑子 就着急来电话上通聊 我就把这东西忘了 但是我提挡的答案 他没到哈尔滨 那到哈尔滨我就落了 现在你掉 肯定还是以前的那个车牌 所以说这个解释还算合理 但没挂号牌的事实存在啊 而且这辆车还涉及超速行驶 最高时速达到了 每小时153公里 超速比例达到了30% 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 民警对胡某的这两项违法行为 合命处以罚款400元 驾驶证即18分的处罚 且由于胡某所持驾驶证 准驾车行为B1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 依法对其驾驶证准驾车行 予以降行 高速公安提示 机动车号牌 包括临时号牌 是所有机动车在法定机关登记的 准余机动车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道路上 行驶的法定标志 且号牌一般在机动车的特定位置悬挂 部分驾驶员 为了在高速公路上行车时 逃避电子监控抓拍 对车辆号牌冻起了歪脑筋 这种掩耳盗铃的行径 很容易被识破 提醒广大驾驶员 切勿抱有侥幸心理违法上路 一旦被查获 将依法受到严厉的处罚 首网都市易阳 编辑报道 以前有句老话说 比老虎更可怕的是 人们对于规则的漠视 也希望我们通过这几个违法的现场 大家引以为戒 开车上路 一定要带上规则的意识 唯有如此才能确保大家的安全 说完了行车安全 说完了行 咱们再来说一说食 就是吃 说到这吃 接下来这位长春市民黄先生 愁坏了 他说去年 他在这个零河街上的一家饭店 办了一张价值1000元的储值卡 说到储值卡 大家难免想到预存消费 说到预存消费 朋友们也都知道了 肯定是卡花不了了 这卡一分析还没用呢 结果饭店出对了 现在黄先生这张卡还是想花 花不了 想退也退不了 黄先生告诉记者 头两次都由于自己的各种原因 并未通过卡内余额进行消费 这两天自己担心 这预存1000元的储值卡会过期 便想着来到位于领河街上的这家菜馆 进行咨询 不料却发现这家饭店出对了 根据黄先生的叙述 记者来到了位于领河街上的这家饭店 并从前台的工作人员口中得知 现在该饭店已经换了经营者 负责人换了还是 负责人换了 老板就换了 你有这个之前的联系方式吗 有 我不认识 搬到这边之前 知道他这边有一些储蓄卡 还没有消费款吗 对不起 店内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这家店是在今年3月份 从上任经营者处对过来的 目前还没有正式开业 而黄先生所办的储值卡 也由于不是同一个经营者 则无法在该店继续使用 随后记者将黄先生遭遇的情况 反映到了金开区工商局 通过金开区工商局的工作人员 记者联系到了负责 临河街片区的管理员 那你还剩多少钱 还剩一钱 啥时候办的 去年9月份 我告诉你的电话 可能是青花饺的老板 通过金开区工商局 临河街片区管理员 记者与青花饺子 满足民宿菜馆的负责人 取得了联系 现在这个店是出对了吗 对 这一个好几家买了 现在已经赔不钱了 早上早前也出车 就拿这券换它那个 素食的券 这券 那不断消费消费一样 那那个店员告诉我说 不是同一个老板 不能十足抵用啊 你先进去 到我们家的对接呢 到找对接 你先把这登记一下 该负责人表示 此处值卡可以十足抵用 到自己出对的这家饭店使用 只要联系店长 进行退改即可 但不能退还卡内余额 我有登记的有漏的 都是都拿好 都能处理 我能不能退卡内余额呀 都拿好赔钱了 没有 你有没有在店内张贴 什么联系电话信息 说你这个情况 然后联系上你 不然怎么联系你 以前都贴两个来月了 现在都不贴 都完事了 随后记者将此情况 告知黄先生 并针对饭店已经出对 却无法退还卡内余额一事 咨询了律师 因为他有很多这个会员在里面 他应该有一个告知义务 并且要把它履行到位 由我们的消费者 就是会员进行选择 我是否是同意 我要不就还钱 我还是同意 继续在下一个店里使用 这个呢 是消费者的一个权利 也是 这个商家不能多种的权利 首网都市赵新海军报道 说到垃圾分类 相信在座的每一位观众朋友都不陌生 今年它反复的 频繁的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当中 现在放一望去 很多小区都开始有智能垃圾分类项了 就在大家都在努力践行的时候 我们看到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啥都没干 还使劲的拖后腿 最近有网友向我们爆料 说在长春市盘石路附近 有家饭店啊 经常就把垃圾直接扔到小区内 扔到小区内啊还是轻的啊 更有甚者就直接挖洞埋在草坪里 你说这不就是掩耳盗铃吗 让人难以理解啊 咱们来看看今天的小手拍拍 近日有网友反映 吉林大学南岭校区 盘石路家属楼的一家饭店 在小区里是乱扔垃圾成性 饭店不仅在小区旁边 长期放置垃圾 有时候还挖洞 把垃圾埋在校区的草坪 这饭店胆子可真是够大的了 真是干净了自己埋在了别人呢 我就想知道这是哪家饭店 以后啊再也不去他家了 有网友爆料 6月13号在吉林市出现了大群飞虫 车上窗户上地上都被攻陷 有的地方甚至密密麻麻的 铺了好几层 好麻人啊 这车是什么事 看看吉林市的小飞虫 把它麻一笔麻一都堵 昨天晚上就突然就飞老龙虫子 然后走路都打脸 并且这人口那个老马人呢 像疯了一样一疼 就是走路突然进那块 哎呀妈呀 看完这些视频呢 立马密集恐惧症都犯了 这些虫子到底是什么呀 专家看完表示 这些飞虫是浮游 对咱们人体和环境是无害的 虽说是无害的 可小编表示 也不想再看了 太吓人了 前几天长春迎来了一场降雨 在解放大陆上 一辆出租车在遇到水坑时 司机没有减速 这水一下子就见到了路上的行人 被水见到的行人 看着湿漉漉的衣服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都说出租车是城市的一张名片 这位出租车司机的素质 可真得提高一些了 可不是咋的 这样的司机啊 还是少一点好 6月13号 长春市自由大陆 北方市场停车场里 一辆四家车因为拒绞停车费 与保安大爷发生了争执 没想到等车主付完钱之后 车上的另一名男子 竟然将一碗麻辣烫 扣在了保安大爷的头上 停车收费本来就是应该的 怎么还把火撒到 人家保安大爷的身上了呢 可不说咋的 人家车主还没怒呢 这同车的人火气先上来了 都说路怒 这还没开车就怒上了 也欢迎大家呢 给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提供线索 通过大家的努力 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 嗯 提供线索 我们还会有奖励啊 那有奖就有罚 接下来看看今天的交通违法曝光台 哪些车辆啊 存在不安全的违法行为 被罚了 在长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提供的交通违法舍楼图片中 我们看到 在长津市西环城路与南洋路交汇路端 一辆黑色机动车占用非机动车道行驶 我们看到该路段车流量较大 排起了长队 该车辆强行占用非机动车道超车 造成了交通违法行为的出现 在浦阳街湖景湖通交汇处 一辆蓝色机动车沿浦阳街由南向北行驶 该车辆原本占用左转弯车道 临近路口时发现站错车道临时变道碾压实现 机动车不在机动车道内行时 将被处于100万发管 价值症不计分地出发 海线舒适加空调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中国人民保险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长春晴13到27度 白长晴15到29度 松原晴14到30度 四平晴15到27度 辽元多云12到27度 吉林轻转多云12到25度 通话阵雨14到23度 白山轻转小雨12到23度 严吉多云10到26度 长白山多云转小雨7到22度 长春晴13到27度 民警22天连续攻坚 互获特大盗窃空性激战续电池案 三比二胜陕首秀长春亚太迎起三分 吉多主要年刚到 然后开始给我们挂出一些新的东西 打出了我们想要的比赛 本来没有编专利要参考编片 三日播出 欢迎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首昂都市 去年11月长春市民孙先生在凯旋二手车购买了一辆麦腾 今年孙先生想在4S店用这辆车进行置换 4S店检查后却告知这车换不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车是个事故车 右侧的两个门和风挡玻璃都曾经更换过 孙先生一头雾水 这买车的时候可没人告诉他这车转过 我这车是18年10月份在凯旋二手车市场买的 这是卖堂 是四三万七 我开了能有半年多 我说想换一台车 想上四大店去之换的 但是在这个四二店我检查出来这个车 所有东西就是右侧两个车门都换过 孙先生对记者说 购买车时销售员并没有告知车门被换过 他看中这台车后也没有进行复检 就直接把车提走了 如今4S店告诉他 他的车换过车门可能是事故车 建议他到买车的地方去问问情况 那么孙先生购买的车是否是事故车呢 购买时商家为何不告知换过车门呢 记者也来到了凯旋二手车 工作人员对记者说 在自己展厅出售的二手车都会进行检测 孙先生的也不例外 现在只是孙先生单方面怀疑车辆是事故车 那么孙先生在买车的时候卖车人是否像孙先生所说的那样 没有告知换过车门呢 记者也联系了卖车人 卖车人表示车已经卖了半年了 但这半年期间谁也不知道究竟撞没撞过 是说咱这个车存在这个情况吗 存不存在这个情况 当时车已经卖了半年半年多的时间了 对吧 至于他后期撞没撞 只能经过鉴定或者走法律途径 你就直接让他走法律程序 对不对 法院怎么怕 我这边怎么来承担 熊东市博元富翔报道 孙先生这个问题其实并不是个例了 之前咱们节目中其实也报道过 购买二手车之后出现问题很难说清的情况 其实购买二手车付了款 提了车 驶离了现场 再出现问题就很难说清了 所以提示您 在购买二手车的时候 一定要做好检查 留好证据 避免此类事情再次发生 咱们再来看看省外 这汽车的号牌 对于汽车来说 这好比身份证一样 别说遮改 土改了 就连污损也是不允许的 否则一定会遭到处罚的 最近重现过几辆货车 这号牌就出了问题 不是车主动了歪心思 而是被人喷上了漆 在北北歇马东风花园停车场 七八辆货车排列整齐 驾驶员们介绍 他们都住在附近 平时替人拉货 今天早上 大家发现了一些货车车尾的车牌号 被人恶意喷漆 遮挡了部分号码 驾驶员们介绍 因为干着同样的工作 彼此之间联系紧密 早上接到已经外出拉货的 两个驾驶员打来的电话 说他们的车上路后 被教寻警检查到 车牌号被喷漆遮挡 大家仔细检查 这才发现了停车场里 另外五辆货车也遭了殃 据教寻警介绍 国家有明确的规定 如果是有意遮挡车牌号被抓住 要扣除12分罚款200元 也就是之前的驾驶证相当于白考了 事情发生之后 民进也赶到现场调查 确认是被人恶意喷漆 开车上路的两位货车驾驶员 不会受到处罚 记者离开时 驾驶员们找来汽油 清洗掉车牌号上的油漆 目前歇马派出所 正对这起恶意喷漆事件进行调查 接下来咱们再来看暖心的一幕 高考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 今天四平交警大队 有人送来了一面锦旗 要感谢交警在高考时给予的帮助 事情发生在6月8号高考第二天的下午 四平下起大暴雨 去考试不到十分钟的时间了 一名考生却被大雨阻在路上 当班的交警了解情况之后 给这名考生开通了绿色通道 才让他顺利参加了考试 6月8日是高考的第二天 当天午后四平市下起了大暴雨 暴雨下得很急 四平市六孔桥铁东区 通往铁西区的两排车道内 积水较深 已经不满足车辆的正常通行 交警部门进行了临时的交通封闭管制 而就在下午2点50分 交警指挥中心接到了一个特殊的警情 一名高考学生因为大雨积水 被困在了去往考场的路上 在这之前 我们一中队长李鹏 在一三天港周边接到一名考生的求助 他将这名考生正在送往四中考试的途中 我马上通过电台 我说接到这名考生之后 马上把这个考生给我送到六孔桥港来 自行的摩托车在六孔桥港待命 距离下午3点的开考时间只剩下大约10分钟了 交警在四平市一马路 六孔桥 实验中学考点之间 上演了一场争分夺秒的接力赛 此时铁东交管大队马上联系了铁锡交管大队 希望能够给考生开辟出一条绿色通道 第三天的子亲 附近高飞将这名考生送到了六孔桥港 马上上摩托车 我们的附近五眼逆行将这名考生送到铁锡方向 如果不能准时的到达考场 将会影响这个考生的一生 这个是我们的工作职所在 作为一名家长来讲 我家孩子也今天参加高考 所以说我非常理解父母和考生的这份心情 当时我们的同志想尽一切办法 保障这名考生来到达考上 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一周了 但是四平交警的举动感动着这名考生的家长 考生家长杨女士还特意送来了锦旗 表达对四平交警的感激之情 守望都市白鸽公雷四平市报道 在这盛夏天气啊 如果有一个冷风机能够把这温度降低8到10度 而且一周就用一度电 售价只有199 您会考虑购买吗 听着实在是让人心动啊 重庆的郑女士就心动了 花钱买了一个 收到后却发现啊 是个三无产品 郑女士在拼多多APP上 看到了这款凉凉小旋风冷风机 产品介绍上说 这款冷风机六天六夜只要一度电 能把温度降低8到10度 让人爽到打冷战 除此之外 还有大量让人半懂不懂的高科技名词 199元的价格特别让人动心 于是郑女士通过拼多多购买了一个 几秒钟都停了 三四五六七八九 十秒钟之内都停了 每次一开机 坚持不了几秒钟 冷风机就自动关机了 要想继续使用 就得像以前摇扇子一样 隔几秒动手开机一次 而且这冷风机的风力 还不如扇子摇出来的风大 郑女士担心自己的使用方法有问题 仔细查看了产品的外包装 说明书上的所有文字 闹了半天 这台什么凉凉小旋风 竟然是一台三无产品 郑女士试图通过拼多多APP联系商家 结果发现 商家电话根本无法接通 她通过APP提交了退货申请 也被商家驳回 郑女士在包裹单上 找到了一个发货人的联系电话 结果一说退货 两个人都话不投机 于是 记者帮忙拨打了拼多多平台的客服电话 反映了这一情况 客服人员表示 他们会督促商家处理好 这台冷风机的售后问题 同时也会对商家资格 以及产品本身做好进一步审查 如果存在问题 会对商家做出相应处罚 目前 郑女士仍在等待拼多多平台的最终处理结果 今年吉林省招聘特岗教师2900人 同时6月18号长春天然气 将对部分区域进行入户天然气安检 咱们来一起看看今天的便民服务台 2019年吉林省48个县市区实施特岗计划 计划招聘特岗教师2900人 其中国家特岗计划1400人 省级特岗计划1500人 网上报名时间为6月14日至21日 现场报名时间为6月18日至21日 长春天然气6月18日至6月22日 将对下的区域进行入户天然气安检 新顺管理所管辖区域安检小区 通达回线楼一栋到63栋 景城管理所管辖小区安检小区 大众一期 大众二期 天茂城中央 阳光嘉年华 鹰湖印象 长青小区等 请广大居民用户做好准备 因蹦站计划性清洗水箱影响 6月18日8点至23点 长春市二道区长电紫营花城蹦站 荣光度以北 万科兰山小区以南 拖拉机场以西 东盛大街以东停水 6月18日8点至20点 长春市二道区万龙名城蹦站 吉林大路以北 荣光度以南 河顺街以西 河顺西街以东停水 放广大用户周知并做好储水准备 最后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菜价 今天的蔬菜价格较上周相比 涨幅较大的是香菜 每公斤价格上涨6.5元 酱幅较大的是山药 每公斤价格下降3.2元 其余蔬菜价格留有享福变化 首王都市编辑报道 接下来要为您送福了 我们的送福记者赵新的也迎带了礼品 来到了长春市的朝阳区 咱们来连线一下赵新看看现场情况 赵新你好 你好 主持人都市送福幸运到家 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长春肿流院冠名 即是传媒特约播出的都市送福 那看我旁边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幸运家庭了 首先呢让我旁边的这位男士 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你好 你好 来给我们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介绍一下自己和旁边的家人 你好 我姓崇 是搞送电线路的 然后常年都是在外 在外 有电视的时候我都会看那个都市的 守望都市的这个节目 先生刚刚呢其实有点紧张 因为呢据我算了 咱们还是先这个介绍一下家人吧 你看旁边这个阿姨已经太不及待了 来阿姨介绍一下自己 我呢这个今年吧快七十岁了 在店里退休的 我最喜欢看你咱们这个守望都市 特别咱们这些个主持人哈 个个那么优秀 哎呀讲的实际 都是你咱们切身的这个利益生活的哈 什么车呀安全哪 人哪怎么行 看见阿姨啊这个说起咱们这个守望都市栏目来说呢 如属家人 比如这个主持人 比如这个节目板块 已经节目最近拍的这些题材 都是历历在目的感觉 是吧 阿姨也能看出的是一个咱们的忠实粉丝 也让旁边的这位女士来介绍一下自己 这是您什么人 这是我的女儿 你好 我是女 我妈的大女儿 我叫崇丽娜 然后我在那个外地工作 一直都是在外地工作是不是 那刚刚呢我们话要说回来 这个儿子呢一直在说 这个常年在外呢都是在外地 偶尔呢会提到这个母亲说 特别喜欢看这守望都市 其实啊刚才直播之前 那先生是特别紧张 一直在擦汗 问母亲这个 问母亲什么来着 你自己说吧 问很多问题 现在都想不起来了 一时紧张全都忘了是不是 那我想问一下 这次报名都市送福 所以是您给母亲报的名吗 还是母亲自己报的 是母亲自己报的 母亲自己报的 那我们又得把这个话语 交给母亲了 母亲也一直想这个表达一下 对这个守望都市栏目 和都市送福的一个喜爱 是不是 对 我想吧 这个守望都市 这个栏目 我办的是真好 不但是栏目办你好 想到了老百姓 送福 咱们不管是东西多少 这个福啊 是代表了全福气 代表了全国人民 或者共产党关系 代表了我们的这个幸运 是不是 那刚刚呢 其实这个之前 我也跟这个阿姨呢 在聊天 也说这阿姨年轻的时候 也是一名运动健将的 在昨天呢 我们的这个栏目当中呢 也是特别关注 我们的这个静乐坛的森林马拉松 是不是 对森林马拉松 我看见那景了 人们跟那跑 跟那小道路跑 也那开心的 两面是树 绿花带呀的 可好 来透露一下这阿姨呢 家住洪旗街附近 所以呢 这个对于静乐坛马拉松来说 可能对它比较遥远 但是刚刚阿姨也表达了 在这个静乐坛马拉松这个表演的时候 以及我们晚上这些新闻报道的时候 他也是特别开心 特别的投入在当中的这个气氛当中的 再一个吧 我为什么总看守望都市呢 因为这守望都市吧 是咱们长春市的核心 好像什么东西都通过守望都市都能爆出来 你看只要看守望都市 你就知道长春的所有的大市小城 家长里短啊 大市小城国家事 社会事 什么事都有都能知道 非常感谢阿姨 这个不令赞美对我们的节目 也是代表那个全体的人员呢 向您表示感谢 也非常感谢电视机前所有支持我们的观众朋友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份您喜爱的节目 今天呢给您带来了什么样的幸运大礼好吗 首先呢在我旁边的是由李雨田 为您家提供的雨田天香献礼大米 以及我们吉月七舍书店呢 为您家准备的书籍大礼包 还有我们海信为您家提供的这个幸福相册 您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呢 将您家的这个全家福输入进去之后呢 就可以随时的观看 还有我们这个蓝阳为您家提供的冷肤掩贴 以及摩登红人为您家提供的这个化妆品礼盒 还有我们昨天刚刚进的这个新朋友 也就是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都市频道 第一届东阳红幕透明团购会为您家提供的红幕手串和红幕筷子 还有旁边的这个德式冷饮呢 为您家提供的价值80元的礼券 您可以呢通过这个拨打这个电话呢 去兑换一箱的这个德式大奶砖 怎么样 今天这礼品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厚了 您满意吗 满意 太满意 一起来对一下我们都市送福的口号好吗 都市送福 幸运到家 好的 您这时候看的是由长春肿瘤院冠名 即时传媒特约播出的都市送福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好的 赵新啊 真是感谢这位阿姨的赞美 按着阿姨的话来说 这主持人真好 这节目真好 这福啊 也真好 电视机前的您啊 也可以布达我们的热线 890 8900和963890 这个福啊 也会到您家的 本来MU编程利奥 仓位编片暂直播出 热力祝贺德式成功登陆美国市场 感谢德式大奶砖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首昂都市 这一时段呢 我们先来关注一个突发的景情 6月3号 农安县龙王乡发生了一起持刀伤人事件 嫌疑人呢 是一名疑似患有精神疾病的男子 面对道场的民警 他始终不肯放下手中的尖刀 见死精进 龙王派出所同心村 驻村辅警徐阳与特警大队民警高静云挺身而出 空手夺刀 将行凶男子当场支付 2019年6月3日晚上7点30分 农安县公安局特警大队接到指挥中心指令 在龙王乡 因为疑似精神病患者 持刀将邻居砍伤 特警大队民警和下区派出所警务人员立刻赶到现场 男子逃进自家厨房 持刀守在门口 民警多次劝说无效 室内狭窄 近身抓捕十分困难 被避免事态升级 民警一边让亲属和邻居劝说男子稳定其情绪 一边调动龙王乡的消防车 准备使用高压水枪制服嫌疑人 用水强强把那个水啊 就是刺身之后把它刺倒了 刺倒了 棒子跟那个刀都没撒手 还紧握了呢 嫌疑人站立不稳 四处躲藏 但一直没有放下手中的尖刀 江池阶段龙王派出所 同心村筑村辅警徐阳和特警大队民警高静云 从窗户跳进厨房 与嫌疑人搏斗 在致服嫌疑人的过程中 民警张安峰的手臂也被刺伤 目前龙王派出所正在对此案进行调查 6月5日 龙王县公安局局长李兴涛来到龙王派出所 看望慰问因公负伤的民警和住村辅警 同时送上慰问金 对临危不惧的警务人员进行嘉奖 守望都市新冲雨风报道 当我们对自己拥有的东西习以为常的时候 可能就会少一些感激 但看完这个现场 我们要对所有的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维护一方平安的民警致敬 那接下来要关注的是民警破获的一起特大盗窃案 近日呢 吉林省森林公安局三岔子分局的民警 经过22天的连续的攻坚 成功打掉了一个盗窃通信基站蓄电池的犯罪团伙 这儿获了犯罪嫌疑人三人破获系列案件17起 事案金额高达30余万元 5月12号早上8点 吉林省三岔子森林公安分局龙王派出所接到报警 龙丸林厂失业区内两处通讯基站蓄电池被盗24块 基站受到严重破坏 民警立即赶到了现场 你看了 还以为那些东西被破坏了 没有 他一般来着什么都不管 所以最忙碌的意思 三岔子森林公安分局随即抽调行政人员成立专案组 通过调阅案发现场周边的视频监控录像 专案组发现一辆可疑车辆 但由于是夜间捕捉到的图像比较模糊 专案组决定加强案件串并 扩大侦查范围 临近的白山市江源区竟与县公安机关反馈 辖区内多处通讯基站蓄电池被盗 案件一直未有实质进展 经现场勘查 专案组证实盗窃人员作案手法娴熟 极有可能有同类犯罪前科 或具有从事通讯类工作的经验 通过多方取证 最终确定白山市江源区居民王某玉 有重大作案嫌疑 该人不但拥有一辆小型货车 而且曾因盗窃通讯设备 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 另据居民反映 白山市江源区二道阳岔村 王某峰除某琴经营的废品收购点 夜间经常有可疑车辆进出 6月2号凌晨1点 专案组在废品收购点 成功奖犯罪嫌疑人王某玉 王某峰除某琴抓获 当场收缴通讯基站蓄电池48块 好 那两人 你别干嘛去吧 好 快出 我被打 我不知道我被出 我 经审讯 犯罪嫌疑人王某玉 如实交代了 自2019年初至今 多次在白山市江源区 静宇县周边通讯基站 实施盗窃续电池 并与王某峰 楚某琴夫妇 形成了盗销一条龙式的犯罪链条 盗窃作案17起 盗窃通讯基站续电池 117块的犯罪事实 这些是我们在法案中 收缴的蓄电池 一共是117块 这些蓄电池 在通讯基站中 起到着备用电源的作用 一旦这些蓄电池被盗 那么对民主群众的通讯质量 将带来严重影响 也给通讯运商带来了 不可无量的经济阻施 目前 犯罪嫌疑人王某玉 王某峰 楚某琴 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首昂都市印得王超 森林框章南报道 再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 3比2险胜陕西 萨布利奇昨晚的首秀 让很多观看了这场比赛的 球员都感受到 这个亚太呢 换帅如换刀 球迷非常的开心 但就在大家都在为这场胜利 感到欢呼喜悦的时候 主帅萨布利奇呢 却心有余悸 我们来听一听 他是怎么说的 再次回到长春亚太 对于萨布利奇来说 长春还是那座熟悉的城市 但亚太已经不是他 5年前离开的样子了 因为在这支球队里 只有张孝飞 是他曾经带过的球员 本场比赛 这位已经准备退役的老将 也被萨布利奇为以重任 而张孝飞也不如使命 在第14分钟 策划了第一例进球 帮助球队 在主场取得了领先 我很高兴啊 又一次回到了长春 我知道这对我来说 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而且我也知道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当然我们也要期望 我们也要希望 我们能够得到 我们想要的一个结果 1比0如此美妙的开局 让球迷相信 萨布利奇能够妙手回纯 但他并没有解决 前任陈金刚 柔械的攻枪守弱的难题 上下半场 亚太后旁线的两次低级失误 差点就葬送了 红线球员的努力 主场打这样一只升班马 亚太的表现 不能说是轻松 一如上轮客场挑战 另一只升班马 四川FC那样困难 好在 谭龙在比赛结束前 打进制胜一球 避免了上轮最后时刻 败走成都的尴尬 这是大家伙 非常努力拼不下来的 这球主要连刚到 然后开始给我们 怪出一些新的东西 打出了我们想要的比赛 赢个球也赢个过程 本轮战霸 长春亚太以21分 暂列积分往第6位 距离第二位的贵州横峰 仅差2分 距离领投阳 青岛黄海 入入或积分 因此在二次转会 马上来临之前 萨布利奇能否通过 以原来完成 对球队的改造 也是亚太最终 能否成功返回中超的 关键问题 熊黄都市 海博志刚报道 今天的微视频 让我想到上学那会儿 挺火的一句话 叫学好数理化 走哪都不怕 的确如此 最近说在南京 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而一位73岁的 退休大学教授 他就利用物理知识 为自己做出了 无罪推算 而事实证明 他的推算是正确的 两辆小车 在路口拐弯时 发生轻微寡分 为了证明 自己在事故中无责 73岁的退休大学教师 就用物理知识 做出了推算 这真是学好数理化 走遍天下都不怕呀 虽然交警 没看懂学霸的推算 但监控证明了 老教授的心白 下面这位新手女司机 也是遇到了交通事故 行驶时被追尾了 这被撞了咋不停车呢 还来个加速行 自己开车被撞了都不知道 还非得问男友咋回事 这男友当的也不容易呀 要我说呀 这智商呀 还是告别开车吧 太吓人了 智商堪忧的 还有下面的这位家长 孩子中考竟然找错了考场 我在这个上面 问老师呢 老师他在这个地方 我一直找不着 然后我就拍了那张照片 一看他不对 他说学校走错了 我老公来踩的 他昨天晚上来踩的 他踩错了 因为只差两个字嘛 一个是扣量中学 一个是扣量出去中学 这两字只差呀 差点坑了孩子呀 多亏民警及时帮忙 出动警车 将孩子顺利送达考场 信纳的还有下面的这位老爸 为了逗孩子玩 被凳子卡住头了 救援过程中 孩子在一旁哈哈大笑 还拿手机 记录下了爸爸的主状 城市新闻要把世界转向陕西 外出游玩安全第一 说前几天呢 在陕西有这么一名男子 跟自己的朋友去山中徒步 可是走着走着呢 自己就走丢了 怎么办呢 这当地出动了 150多名救援人员 才把他找到 6月3号是杨师傅失联的第二天 救援力量从两个救援队 增加到了四个 大伙只想抓紧时间 尽快找到失联的杨师傅 早上登山 到晚上9点多失联 杨师傅的妻子说 丈夫和其余六人 都是在网上相约 周六一起进山的 第二天他收到了 丈夫失踪的消息 6月2号晚上 护役分局 太平森林派出所接警后 立即联系了护役救援队 和曙光救援队进山搜寻 但并没有找到杨师傅 今天又重新安排四肢队伍 从大四界到预判的牛魂镇 继续寻查 随后越野车队用最快的速度 把救援队员送往大四 大家在大四与前一天进山搜寻 留守在山上的 护役曙光救援队员会合 再次综合信息 山里根本没有路 但却时常能看到 灵牛活动的痕迹 救援队员们只能手脚并用 一边前行 一边搜寻陡峭的山坡 河道 山梁 洛阳 羊死 十年里这个洛阳 自己带着装杯坑干粮 但是已经十年两天 再加上昨天下午 山里下了大暴雨 害怕他种子发生什么意外 因为守旧情况不容乐观 就在四个救援队 在山里苦苦寻找 十年的老杨时 下午四点 指挥部传来好消息 十年的杨师傅 被救援队员找到了 两个小时后 大伙终于见到了 被先锋救援队找到的杨师傅 我就看一个路标 往里我走走 踏到了 他是在这个 迷分镇的一个范围 在迷分镇那个河口 在那河口交汇的一个峡谷里 他在里头呢 出不来 救援队员说 幸亏杨师傅有着丰富的户外经验 迷路之后知道怎么等待救援 否则在山里 已经待了三天两夜的他 可就危险了 现在已经腿软了 现在不行了 腿软了 碰着爱人们了 我们有编研专利奥 参加编片赞助播出 5G看移动 世界看中国 欢迎继续关注 正在为您直播的手望都市 军人是最可爱的人 是国家的守卫者 为了广泛深入地开展 雍军优鼠活动 支持部队建设 近日以情细国防律 爱在雍军城为主题的吉林市 第五届军地雀桥会主题婚礼 在吉林举行 今年已经是吉林市军地雀桥会 举办的第五年了 在前四年中 已经为一千余名军地 单身青年 搭建了婚恋交友平台 有近二百人建立了初步联系 四十余队年轻人 结下了美好的军地良缘 冰哥哥们是 数码融别保驾为国 是非常光荣的 我来保小家 他们保大家 希望我们能够组成一个有爱的家庭 为了增进男女嘉宾的了解 在活动现场还设计了爱的倾听 精打细算等游戏环节 以及一见倾心 才艺展示爱情约会等环节 便于增进男女嘉宾的彼此了解 在最后的心动环节里 有六位姑娘与驻军官兵 现场牵手成功 我希望以后能跟他继续了解相处下去 了解之后发现我们俩是老乡 然后还挺聊的来的 然后以后也是希望好好走下去吧 左手牵你 右手敬礼 不负国家 不负于你 是对军连最好的诠释 祝愿每一位最可爱的人 都能收获最美的爱情 守望都市报道 为了注意公益项目启动 展现残疾人的自强自立风采 一场我的主题梦为主题的 公益励志演出活动 在长春市图书馆一楼报告厅举行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是我的舞台梦残疾人 励志专场公益演出的活动现场了 那么在现场我们也了解到 今天我们的残疾人朋友们 也将通过各种不同的表演形式 向观众们传递 他们对生命的诠释 以及对理想的追求 希望通过我的舞台梦 这样一个形式 鼓励更多的残疾人 能够走出家门 能够表达自己的思想 能够更多的融入社会 来到现场的朋友 我们还鼓励他们 带上自己的孩子来 让孩子们看到 原来生活中还有这么艰难的人 可是他们却能有 这么乐观的精神 生动的表演 精心准备的节目 不仅吸引了在场的观众 同时也感染着 参演的每一个人 很多残友因为出事之后 走不出新门 所以他就走不出家门 那我们通过我们这样的带动 去帮助更多的 无论是残疾人群体 还是健全群体 都能够自强呼吸 都能够立志向上 我们每个人都要有信心 有勇气 把我们的生命 去给这个社会的同时 让自己的生命更精彩 点亮我们的人生 守望都市孙俏富强报道 在上周六大型歌唱选秀类节目 人人都爱歌唱家 来到了公主岭 现场120名选手 经过两轮角逐 三名选手脱颖而出 大型歌唱类选秀激播节目 人人都爱歌唱家 海选迎来了第六场的比赛 在6月15日下午 来到了公主岭市 120余人来到了现场激情演唱 海选活动也须以往规则 共分为两轮 第一轮评委会给 部分优秀选手送出戴定卡 之后经过第二轮的清唱 来选出进入复赛的名额 随着海选赛生过半 选手们的状态也是越来越好 但是比赛是激烈残酷的 最终三名选手竞技复赛 将代表所在城市进入下一轮的比拼 我很享受在舞台上唱歌的那种感觉 出去了代表公主岭的话 就要唱出自己的风格 唱点正能量的歌 对自己对周围的人都好 就是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所以我就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 然后创造历史以来自己最好的成绩了 守望都市 战斌 鹏飞报道 作为五四运动的百年献礼之作 上周六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同学们 以此为背景进行了青春之歌的话剧表演 咱们来看看 这次话剧表演的30多名演员 都是来自于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学生们 话剧内容来源于长篇小说《青春之歌》 讲述了小说主角林道庆 从一个普通学生到一名革命战士的历程 为了呈现出这台话剧 同学们排练了近半年的时间 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将青春之歌演绎出了别样的风采 是我们五四运动百年的这个县礼之作 我想通过这样学生自编自导自演 这样一种体验呢 引领我们学生呢 更好的将这种爱国之情 来和我们的专业学习有效地结合起来 守望都市刘阔云龙报道 广汽传奇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长相伴同城长长春农生银行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中国一气森雅2729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长春晴13到27度 白城晴15到29度 松原晴14到30度 松原晴14到30度 四平晴15到27度 辽原多云12到27度 吉林清转多云12到25度 通话阵雨14到23度 白山清转小雨12到23度 严吉多云10到26度 长白山多云转小雨7到22度 长春晴13到27度 中国人民保险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瑞峰S7万元江淮大众 贡献SUV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瑞峰S7万元江淮大众 贡献SUV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买好钻 坏碎楼 坏错楼珠宝提醒您 稍后节目更精彩 欢迎回来 这台直播的首要故事 节目的最后呢 我们来听听观众 都遇到哪些问题 首先呢 反映的是长春市民杨女士 她反映在宽城区 北四环路以北 一直到海尔大道 有长达3000米左右的路段 两侧的路灯都是不亮的 而且呢 时间已经有一个多月了 她觉得呢 不仅给大家出行 带来了安全隐患 附近居民出行 也不太方便 对啊 尤其你说是半夜的时候啊 天那么黑 没有路灯还是很危险的 那么市长公开电话 已经回复了说 情况呢 已经详细记录 也会反映到 相关的职能部门 由他们派工作人员 去现场处理 说了呢 一般呢 是三到五个工作日 就会有处理结果了 请您稍后啊 其实这样的事情 如果您身边有所发生 或者说 您发生一些 有新闻价值的事情 欢迎您随时啊 给我们发的信息 我们也希望这个 路灯不亮的问题 能够尽快地解决 并且关乎大家的出现安全 好了 今天节目就这些 明天头的时间 我们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